那说到即时即兴哦 就是这个chronograph的这个complication 我相信就是在这个手表腕表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功能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推荐了很多集的一些Grand Seiko的手表的款式 那我小刚也没给大家看过一下这个 这个进攻Grand Seiko这个等级的这个chronograph 就是即时的即兴即时的款式 那因为我今天会选这一支 因为它其实这一支你手上见到的是马币定价41700 马币是41700 然后型号是SPGC SPGC205这个型号 这个型号它规格是43.5mm 其实在chronograph就是即时马表 chronograph的这个 款式当中 其实不会算一个很大的 因为我看过甚至更大那些45mm 46mm 甚至47mm 那些都有 那其实43.5mm呢 对于一支chronograph来讲呢 其实算是 那个尺寸 那个size 是非常非常符合现代Modern的一个K size的 然后这一支是全Titanium全泰的 而且这一支是High Intensity Titanium的 就是它是用一个金工Grand Seiko自家 它们称它为就是非常高硬度的这个 Titanium的就是泰金属这一种就是 重量是非常非常的轻的 那很多朋友就问我 哎 比起劳力式的这个地通纳 Datona怎么样 今天非常的特别 哇看到吗 我请出了一支 这支真的表不是假咯 这个就是你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支 Rolex的116500LN 这个全新系列的Datona Rolex Daytona 这一个系列 非常非常受到欢迎 我跟你说 讲到劳力式最特别就是 劳力式其实整支表 它 你最特别就是我想讲 你看它定价马币大概是5万左右 那市场上应该也将近炒到是整10万 将近都要整100千左右了 如果是白面的熊猫面的 我们会就是你看它白面的 那个熊猫面的那个炒价 甚至还会比较再高一些 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如果我要找一支定价不高 而且可能就是但是我要它的那个功能啊 性能啊甚至还可以比这个劳力式更加的厉害呢 甚至有劳力式这么强悍的性能呢 有吗 那这一支我其实非常非常推荐 Grand Seiko 这一个它的这个技师 Chronograph的这个技星了 其实它特别是它这个 现在这两支表 然后我想讲一讲就是 劳力式你眼前看到这一支呢 116500LN呢 不是43.5mm 这一支是40mm 所以你两个摆在一起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一个尺寸啊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是稍微比较大 一个稍微比较小 厚度方面也是 Grand Seiko就会比较厚重厚实啊 大家手上 那这个劳力式就稍微显得比较薄 两款其实我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如果工作呢 就是穿正装的话 我觉得劳力式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是进攻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休闲啊 穿短袖啊 那一些啊 我觉得就是日常就是比较休闲的时候 casual啊 我觉得这个进攻 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我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SBGC这个型号呢 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叫 有个绰号 有个 nickname 叫做大奶头 希望YouTube不要还我的影片 叫做Big Nipples 我这个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这个你会看到它这个 这个即时的暗把 甚至是调时间这个中间这一颗 三个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突的 所以非常的特别 这个它所以 我们就称它为叫做 民间啊 有个绰号叫Big Nipples 就是怎么说 就是大鲁头 大奶头这个称号 所以还非常非常的特别 这个是采用9R86的这个 Granseco自家的这个导柱轮 有这个导柱轮 Column Mule的这个 即时马表的机型 它是基于这个Spring Drive的这个 这个technology Spring Drive的这个机型 这个9R Spring Drive的 它的精准度是每一天不超过一秒钟 这个可以讲是它规格 原厂就是说每一个月 这个规格 这个误差是少于15秒以下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这个规格 那劳力士呢 它就是采用这个劳力士 自从以前大家也知道了 他一开始 呃劳力士Ditona Ditona 有非常非常久的历史 哦 从他最以前的Valjox72 Valjox72的这个 手动上链这个 即时的这个机型啊 然后到这个跟这个 真理师啊 Zenith 合作的这个机型啊 到他现在已经换成了线型 4130 劳力士自家的机型啊 他也是被有这个劳力士自家 Superlative 这个Cronometer Certified 劳力士自家天文台机的这个机型啊 呃每一天是加 呃 附加就是呃 减2加2的这个误差哦 其实也是呃性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哦这个然后动力储存也是一样超过72个小时 那这一支呢 Grand Seco 动力储存也是一样超过72个小时 所以简单一句来讲啊 这你眼前看到这两支呢 动力储存都是高达三天的 就是简称为呃这个三天的除能啦 就是3 day的这个power reserve 啊两支性能都是非常非常的强悍的 那在视觉上呢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相信大家非常非常的好奇 这个也是大家最想看的啦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哦 我们来一起按按一下这个按把哦 我们来感受一下哦 3 2 1 5 哇你看到吗 这边我采用spring drive的那个Grand Seco 明显它的优势 你就是看到它这个指这个是个秒针啊 是少的这个即时的针哦 是少的非常非常的顺 因为它这个行重的部分哦 它是没有那个那个轻重叉来做那个前后的调整的哦 它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它是采用这个这个spring drive的这个一直在 它因为它基心后面是一直在摆的那个摆脱 一直在转一直在转那个摆轮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它这个秒 那个即时的针是少的非常非常的顺 那这个真的是啊 我觉得这边是非常非常的加分的 如果要拿来比起这个劳力士的话 这个确实进攻在这个这个怎么说 这个完美完美跟完整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进攻确实占了非常大的优势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 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 而且这个劳力士呢 我们来暂停一下 它的那个我们先给它再跑 跑多15秒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它 它回弹的那个瞬间有多顺畅了 好我先停一下 Grand Sego Grand Sego先停 然后再停这个劳力士 那劳力士的感觉给我就比较顺 是没有那个咔嚓那个声音的 那Grand Sego就有一个滴答的那个声音 就比较清脆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Grand Sego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扫的非常的特别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劳力士 劳力士给我感觉呢就是快很准 这个非常的特别 那如果给我这个Grand Sego 如果刚我扫了 描了一下有把玩一下 它感觉就是 回弹的比较斯文 这个两者是有一点分别的 两只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以说 以这顺畅度来说的话 确实这个Spring Drive 这个它采用的Spring Drive机型 确实占的 哇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非常非常的这个占的非常大的优势 哇 它这个这个真是扫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这一只 两只防水系数都是高达100米 这一只 这个也是高达100米 这个Grand Sego 这一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SBGC 205 这个系列 我个人非常 除了劳力士 我其实还很 真的很欣赏这个 Grand Sego 就是他们自家的这一种 即时马表的这一些款式 因为我个人觉得 真的是要说到它这个秒针 少得最顺的话 这个真的是只有Spring Drive 目前我看到是做的最最完美了 可以说是真的是 怎么说 追求完美的这一种完美的这个 这一种发烧油 我是觉得非常推荐来看一下 Grand Sego的这一种 这个即时马表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锁定小刚我的频道 欢迎分享及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